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是RNFJ 他是ENTP 他是ENSB 但其实我不喜欢 把这个测试结果当成法条一样 去约束别人 去绑架别人 你不是艺人吗 怎么一点都不活泼呀 报警抓你 喂 110嘛 这边有一个艺人他不活泼 喂喂 你怎么不说话呀 你该不会是个A人吧 我觉得人是有很多负面孔的 就比如你经常在酒吧喝酒 看到四个男生在那坐着 也不说话 低头玩手机 看着就像是A人 结果这时候旁边突然坐进来一个美女 一瞬间 全员一人 甚至有个哥们刚才都想打车回家了 又强行取下了订单 跟师傅说来的不是理想的车型 我就知道对面坐的是理想型 女生也一样 谁会不喜欢跟帅哥聊天呢 对吧 所以我觉得在社交的过程中 对方是艺人 还是爱人 有时候取决于 你是美人 还是丑人 我有时候就会想 会不会在美女跟帅哥的眼中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爱人的 面对他们 艺人会热情主动 爱人会鼓起勇气 所以说 如果你的世界里 全是爱人 那这个时候 你就需要擦亮眼睛 好好照照镜子了 是不是你长得 人见人爱呀 我为什么不喜欢绑架 因为我很容易被绑架 就比如 现在我每次去喝酒 一上桌 哎 广志 你山东人 山东人都能喝 我根本不能喝 但听完这句话之后 我还是很高兴 很想喝 熟悉的朋友还劝 我说广志你别喝了 你喝酒上脸 容易长痘 我说不行 我必须得喝 这是我的脸吗 这是齐鲁大地 这是喝酒长的痘吗 这是齐鲁大地上 挺起的山东脊梁 他们说广志 你是不是喝多了 我说你看不起谁呢 我喝的这可是老村长酒 国民白酒 真正纯凉 来自北纬45度 酿酒原凉 黄金种植袋 口感柔 不上头 还说你们喝多 都开始打广告了 我说我这个叫酒后土真言 我这个性格出门就很容易喝多 所以我现在就特别羡慕那些 在社交中不在乎的人 就公司团建 喝酒 喝到一半 站起来就走 没有理由 十二点了 我得回家了 我心说这是个什么理由 十二点了 你得回家了 你是灰姑娘吗 你慢一点 别掉了你那个46码的水晶鞋 每个人身边都有这样一个喜欢早睡的人 我见过最不在乎的人 就是朴树老师 大家还记得吧 他录节目 录到一半 站起来 到点了 我得回去睡觉了 我当时看的时候 我觉得这也太酷了 这也太摇滚了 摇滚不死 我只是困了 我就完全做不到 你别说上班上到一半走了 跟领导喝酒喝到一半 我都不敢提前走 就是我不能理解 困了就能走了 来之前我就困了 很卑微 我去年在工作上 做的最叛逆的一个事 就是在公司最忙的那段时间 我选择来休息 去年刚过完年的时候 不是公司特别的忙吗 然后我就跟公司说 我想集中那家创作一段时间 所以你先不要给我接活了 现在就是肠子都毁清了 我后悔是一段时间 我说是创作 其实我也没有创作 就是那段时间光那家打游戏了 那段时间天天打游戏 天天打游戏 就那段时间打游戏 打到什么程度呢 打到人家游戏公司 后台都看到了 找到我们公司说 想请广志 给这个游戏做个代言 公司拒绝了 说广志最近在创作 没有时间 客户都笑了 嫌钱少可以再商量 公司就好奇 就是娱乐圈 那么多的偶像明星 你们是怎么选的广志 按什么标准选的 客户说我们是在线时间选的 我没有想到 就公司如此相信我 因为之前 在特兽大会当编剧的时候 那时候写稿压力大 为了缓解压力 我就天天玩斗地主 那段时间呢 为了不让同事发现 我每次都选择QQ登陆 但有一天 实在是没有逗了 同时也想明白了一个逻辑 就如果他能通过微信好友的关系 发现我游戏在线的前提是 他也得再玩 我就发现这种互有把柄的关系 其实是最稳定的 这种感觉就好比是 你不可能听到一个男生 对另外一个男生讲 我前两天在南科医院看见你了 因为对方很可能不承认 你看错了 那个人不是我呀 你去那里是因为 我憋不住了 我去借个卫生间 好好 那你憋不住了是因为 而你跟同事一块打游戏 还有一个好处是 你不会觉得愧疚 你只会觉得 多了路上有你们真好 晚上打游戏到半夜 然后第二天白天 看到朋友圈 发一些有关工作的 机箱上的内容 你也不会焦虑 你只会想笑 这个专场能够圆满完成呢 首先感谢制作人 感谢公司参与的每一个同事 感谢我们一起在 华海中路写稿的日子 我心想 你先感谢感谢 我没跟你说出去吧 还在中路写稿 你不是一直在上路吗 人就是会有很多副面孔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我现在特别害怕 遇到那种 在工作中 连装也不愿意装一下的人 我现在每次出差 赶早班机 凌晨五点打车 都特别地害怕 因为这个时候 接单的师傅 只有两种情况 他要么刚刚起床 要么一夜没睡 很难说哪个更恐怖 有一次我打到了 一个一夜没睡的师傅 那个师傅 接到我这一单的时候 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但我当时也没有注意到 因为我也睁不开 当时就感觉 我俩的想法是一样的 就是快上车 等上车了 闭一会儿 关键最恐怖的是 你上车之后 那个师傅还给你交心 拉了一夜了 扛不住了 等会儿拉完 你这最后一单 我就回家休息了 听完这句话 我汗毛都竖起来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就这句话 如果出现在影视剧里的话 他大概率拉不完这一单 这句话在我听来 就是小伙子 你不用着急赶飞机呀 我这出租车 一样送你上天 本来氛围就很恐怖了 到红灯的时候 那个师傅还给我讲了 一个一句话鬼故事 绿灯了叫我 师傅 你要不现在就回家休息吧 给我放高带上就行 别说不安全 比车里安全 但其实我面对这种情况 我从来没有给别人差评 因为从小家里就教我说 你一个人在外面 千万不要跟人起冲突 所以很多事 我现在就是基本上能忍就忍 但那天我觉得 我不能再这么窝囊下去了 所以我下车之后 等那个车刚一走远 我立马给了一个四星差评 因为我要让他知道 我的他的服务 只能算是比较满意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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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